老爸今天上山放羊 顺便搁点龙西草 这个不知道大家认识不 老爸今天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他小时候跟我奶奶学的手艺 走 烤串 烤串现在能帮爷爷扛东西了 看来这身肉也不是白长的 现在烤串的铁粉们 不用再担心它被吃掉了 它可以凭体力养活自己了 你可不是它成真了吧 那翻牙去 那搁点搁的草 走个玩具嘛 一定是离大功了是吧 爹帮扛东西 把这个草这么多 草你把它抖一下 离一下 你整天探着 把炸草堵掉 哎呀 这口吃不清晰 你把你这儿做这儿弄啥子这么生命的 那要展示一下 我妈叫我这个手艺给你们看一下 这么挑眼的 我脖子下有点舒适哦 哦脖子太强了 嘿 哎 哎 没 要什么 没啊 好吃 给姑笑一个 够了 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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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到这些我敢说80后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 这是做草鞋的工具 老爸说今天要给一家人每人做一双草拖鞋 用老方法做新款的拖鞋 这次炒不下来 扬起来 扭起来 扭起来 看老爸搓草绳的动作 由种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 那时候经常看着奶奶也这样搓着绳 搓着草鞋和缩衣 时光飞逝 岁月如缩 这一刻看着他花白的头发 勾搂的身躯 就在这一瞬间感觉父亲老了 我昨天还搓草绳的劲儿都搓着面根儿了 每年这个机械组织 一天都玩忙着 搓着糊 搓着糊 这个队也搓着周末的关系要对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准备下午 没事走两个 你动我 你不见了他